《老舅》 什么叫老舅呢? 老舅是第一 你没有活到邻里头就老舅了 大家年龄就比较大一点 或者是家务上忙碌 原来是在职上班要追求什么 每天的确是比学生还要忙 所以你很容易疏忽到亲近主 疏忽到亲近主 至少你的心理供应来了 就变老了 所以翻新很简单就是 你要找出为什么会变旧 你要把这个变旧的原因给它除去 然后你多亲近主 多祷告主 多在生活里呼求主 你马上就更新了嘛 是不是? 当然有的是自动的 有的是被动的 被动的就是说 大家有种生气 在这里不需要的成就 大家一定要更新 你在那躲着这里 你不能更新 像现在你们参加的赵天班 天天都操练 操练人 接受供应 在这里有很多的事和善 有的时候出去扣门 买一定是新鲜的啦 就是得到回家里的 还容易的 一忙就变得 所以你要除去这个原因 多享受主 自然而然就变得更新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件事 养成这个习惯 每天早晨 你起来 有一个诚心的生活 这个是很重要 无论你什么忙 无论到哪里 每天早上 不要一直都是忙 要诚心享受主 如果奶奶来不及的话 自己一个人 奶奶及的话 跟姊妹 跟弟兄家里 一起诚心更好 如果像花莲 我们是 平常每天 三十几个人 在线上都有诚导啊 当然你的脸就容易新鲜嘛 所以 什么是心 心道就是心 灵就是心 什么是救 我们的肉体就是救 我们的脊 就是罪 就是救 所以在这里注意一下 就很容易可以 本来放心 尤其是有责任的 他的问题说 尤其是表面上不是的 那这个就是不大对的 你如果有一个责任 你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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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里里的成就 糊里糊涂 每天也不去那种 光是八号施令 光是在这里 所以 干来干了 不知道 没有生命嘛 当然不行啊 所以 你更应该 每天是不离开 我 这个治理啊 这个不是绝对的 这是先对的 然后一个家里 做丈夫 做姊妹 几个孩子 有个家在这里 一定有有治理嘛 好也是治理 不好也是治理 那毕竟如果你能够 注意这样的事 你一定会有进步的 一定会有进步 所以 这个福事上 所谓的 治理的人才 这个人才怎么算 人才就很难讲了 像我们中间 那个主恢复里面的姿势 特别李长寿弟兄 治理真是有常才 哇 他这个 我们就说 他好像一个动物园里 哪边边的那个人 我们呢 那这些 有的是马呢 有的狮子呢 他店面啪一架 大人被推幻 他是表现出来 好像都是弟兄里头 但是你在一个家里 在一个小牌 合力牌里头 姊妹那个功用 那也是非常的大了 所以姊妹们 千万不要管以为 我是姊妹 反正听话就是了 这个房子烧了火了 我也不管 我也没办法管 我是不要出头 烧了火 哪管你是弟兄 是姊妹 根本就 大家都要来救火啊 同时在生活上 才能够 求主在这做一个祷告的人 让我们能够 给我们平安的日子 阿们 各地房灶会之间 联络联系 加速一个身体的行程 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 并且都在那里做 像教会跟教会 公正的箱条 像同工之间的箱条 像长老们 有的时候 整个全球的 一个训练 一个特会 到美国阿那哈去相调 这个相调 尽量再来做 比以前是多了多了 当然还不够 完美 但是你也不能 光顾跟别人相调 你自己家里 孩子没有人 没有人喂他 该有的职业不能做了 这也不对嘛 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 这个我们大家都在 需要主给我们一种智慧 给我们智慧 你要去调 你不顾自己 整个自己 整个都散掉了 那也不行啊 你光顾自己 你就等于自己搞自己的 结果就 这个缺少交流里面的那个祝福 你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注意这个啊 这个等到我们回到各地啊 我们在各地 教会里面继续能够有追求 有一种小型的训练 这个都是应该的 你知道我们花莲在这里 一年有两期日接班的训练 就是每一个礼拜四上午 从这个八点二十五分到十一点四十分 那么有三堂 第一堂是真理的方面 读这个一卷一卷 圣经慢慢读 第二堂四分方面 我们就是走新路 怎样来真正的建立这个活力牌 第三堂 生命灵命的追求 这个灵命四成里面 有十九个项目 十九个题目 我们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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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教会里有这样 这个对我们训练的人 和对受训练的人 都有一处 如果没有这个训练 我们有的也放松了 所以各地教会回去 应该慢慢的 可以提倡这个东西 我们台湾也有好多教会 自己有这样的训练 尼托森的利用来修理我们 找不到李长寿的利用来修理我们 也找不到今天 看得下您的诚实 真是你 来修理我们 那我们自己呢 也可以做一点嘛 做得慢慢的 自己 修理的人 自己也 也借助这个修理 自己也得帮助了 所以 做老师的人 都比做学生的人 幸福更快 因为他必须 好好地预备嘛 好嘞 好嘞 大家出餐园的 照会不能够一起做 你们小牌里自己 也可以提议的 也可以提议 这个 说这个 到底啊 都有什么 因为我们要 现在这个书法里面 参考的书啊 非常的多了 你 主给你一个 负担 剪一本书 那种内容 来训练 都 非常宝贝啊 这个 恢复啊 就是 原来有的 在照会 历史里丢掉了 我们把它 恢复出来 这个 就是恢复 所以 在真理上 什么 恢复嘛 什么 恢复 在经理上 有的也是 一个 主的恢复 原来 变得很好 后来变得爱世界去了 不行了 现在 再恢复过来 又去了 爱主了 什么意思啊 这都是相对的 只要 恢复到当初 也许是 回到你自己 以前的当初 那么教会 就恢复到 以前 五十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 召会的精进 或者是 召会有 几段的 那个 恢复特别的 像弟兄 英国的 弟兄们的 恢复 像 毛尔维亚的 恢复 像 马丁路德 路德马丁的 恢复 像 那一步一步的 哈 那些都是很宝贝的 那些都是很宝贝的 我们这些都是小 小牢不头 我们就搞小的会务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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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达到的 现在 还要更往前达到 阿们 阿们 comunque得圣者就是 他一个 吉于求精 聪而又聪 sen 永远不满足于现在 阿们 一直往前去 阿们 阿们 这个性格上 也是很重要 阿们 李察�도的地方 就有那一个性格 他的代理真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失去了祂,实在是很可惜了 以前几十年,没有现在这么和谐,这么和意,这么万众于心 全球都是这样的,向着一个情形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什么四大金刚,有什么灵恩 打岔的事很多,连美国也有一些造化的情形 那么这些造化,有的都影响到东南亚,像新加坡也是有分的以前 香港,阿拉西亚,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这是好,感谢他们做 阿们,阿们,阿们 并不是说,你这个讲呢,到底有没有说,就是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出来,像我在这里,我们两个这样的交通 会不会是假设言者啊? 不会 不会 应该不会吧? 不会 但是这个相对的嘛 这个灵感上,亮观上,真理上 这个 唯一能够那么准确,也都有可能 这个婚礼牌啊,这个礼藏受的以后 到他直视的末了,他最大的负担就是这个活礼牌 因为一过,我们都以为,比方是朝福音 一下就一千个人受定,或者是几百个人受定 认为这个是大成功了 但是受了定了以后,透不住啊 他们就流失了 所以受定的多,教会的人数真正集会 人数增加的少 所以你以后,他的负担就是看 你这个是vital 活力你是活的 你是有力量的 实在是 这个做法就是说 要有一个种子 种子 你有一个人有这个负担 他就是 可切地祷告 在神面前好好的乐队 好好地接受主的清静 接近 然后把自己奉献给主 当你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么你慢慢就 在主帝带你 你就找了另外一个 你要帮助他 帮助他像你一样 那么就一个就变两个 如果你这样帮助三个月 能够找出这一个人来 结果就是一个就变两个了 两个了以后 这两个一体再去得一个三个 就这样 如果一年搞出六个五个 都是这么活的 那这个活力牌 那就得了了 那到了第二年 就把 就分成三个三个 变两个牌 都维持那么活 那么有活力 再把人振夺起来 这个就是 看得很慢 实在是神患